江门战,6月6日中国女排对阵俄罗斯女排的比赛,中国想要赢球,需要做出哪方面的调整,中国女排昨天虽然输了巴西,但总比分还多了巴西几分,说明双方实力不相上下,只是球运不计,今天对俄罗斯,一是要打出状态,二是要进一步磨合攻防,三是祈求好运,现如今国际女排前8名,实力差距相当小, 比的就是状态,磨合熟悉程度,以及球运,中国女排人才积极,朗导还可以尝试各种搭配与调整,让每个对手都对中国女排的实力难以探测,同时,可以血藏若干精兵,事实暴冷,美国女排与巴西女排之所以胜率较高,无非攻防兼备,对元素质政其切心态放松,专注度相对较高, 这些是值得中国女排长期学习的